老话说物极必衰 为什么中国人崇拜满营这俩子人呢 凡事不可到极点 您邻居李四 哎呦李四赚钱赚这么些钱 如何如何 您看着吧 他一定是有进得有出 不能老让他这样 老天爷可公平了 明星更是如此 就这日子 一直很平稳平稳平稳 哎突然间演了一部爆款剧 哗这名都上去了 也挣了钱了 拿钱挣的都是多少亿多少亿 哎你等着 过两天不定有点什么事 就落他头上了 这就是人生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啊 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他一定是有高有低 就跟画坏似的 我画山 山有高有低 这叫山 我这要都是一样 那是馒头 对吧 人就是这样 人生也是如此 您挣钱太多了 那么在适当的时候 该花钱花钱 该做好事做好事 该捐 您得捐点 该帮助别人 您得帮助人家 您说这钱都是我的 我不花 老天爷看着您 如果这个人不需要花钱 那他就不需要挣这么多钱 你要钱干嘛 给他收了 所以说 有进有出 才是人间正道 感恩您的观看 当时 你